都说您可以一口气把这个百鸟嘲讽的40多秒的华彩段落整个吹下来是吗 那现场可以展示一下吗 好好好 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叫刘文文 是上海音乐学院明乐系的唢呐教师 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唢呐博士专业的再读的博士生 唢呐我估计大概是三四岁就开始就吹着玩了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吹唢呐的 我母亲那边已经传承12代了 所以到我这一代是第13代 不喜欢 一直到上大学我都没有说特别特别特别的热爱这个乐器 她小众中的小众喜欢她的观众就不是说特别多 那么关注她的人更少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机会 就是要跟她更老实到国外去演出 然后你拿着的就是我们中国最土这民间的乐器 最传统的东西 它就代表着中国的音乐 那么你穿着特别漂亮的西式的李词 然后身后都是外国人在里面伴奏 你想想这是多么震撼的一个画面啊 那么外国人他激动的是就是唢呐这个乐器他不熟悉 但是这么小的时候他为什么音量可以那么小 而且他可以做出那么多丰富精彩的鸟叫 而且为妙为相 这个是我觉得外国人所惊叹的 所以每次在国外演出都会让我感觉到 中国的音乐 就是我手里的这根锁 那真的是给予我了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 也许回头想想可能前面二十多年 非常努力非常辛苦的一个 求学的一个过程磨练的一个过程 也许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得到那么多观众的一个认可 你吹的时候其实我从脚底到头发丝都是在出汗的 毛孔都是打开的 吹一个小时的锁呢 大概能消到多少的坎里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 我觉得至少你快跑一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跟这个相提并论吧 但您有富精吗 我有 而且非常强壮我觉得 因为它确实是很累 它需要很强大的这种肺活量 还有你气流的这个冲击力 而且我们所有的音准音高都要靠气息去控制 其实我在B站上有看到过很多关于所纳视频 这帮年轻人在玩传统民族音乐 真的是玩开了花样啊 就是他们可以跟摇滚 跟这个世界音乐 然后跟传统音乐 各种嫁接各种融合各种的去想的 想破了脑袋 包括跟细节经续怎么去融合 那么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震撼的 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方式都可以去传承的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路 他可能带着他的唢呐 就会辐射到他应该有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这样子唢呐 就会慢慢慢慢地铺开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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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